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恋爱三年半 但我竟然被分手两次 一直以来 我觉得她总是双重标准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 她总是振振有词 在我身上就是我很大的错误 让我觉得很累 很委屈 我认为情侣之间吵架伴嘴在所难免 既然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咬着以前的旧账过错 提来提去 现在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冷淡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不够爱我了 还是我多想了 我现在是想好好和她在一起的 我觉得是她在没事找事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要翻旧账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帅 二十二岁 来自内蒙古销寿 小霞 二十三岁 来自内蒙古前台 有请小霞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三年 分了两次手 是吧 对 女朋友觉得男生有点那个 是吧 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对 男生觉得女朋友有点那个 是吧 翻旧账 对吧 行吧 你先把那个为什么两年分两次手 先给我描述一下 两次分手都是她提的 就是她一直双重标准要求我 什么事情都是 她可以做 但是我不可以 只要我一做了 她肯定我俩就吵架跟我提分手 咱说这事 行吗 不需要这么精简 把这事说了 当时就是18年时候吧 我刚刚实习的时候 他嫌我跟公司的同事 就是关系不单纯 不是不单纯 他叫 跟人家是爱称 他名字里有一个帅子 但是人家就叫他帅是吧 他跟我说过 不喜欢别人这么叫 觉得恶心 但是我就当时 我又管不住 就是同事之间怎么叫我 而且是我刚刚到这个公司 对不对 然后不光怎么叫我 而且对其他同事也是这么叫的 都是这种叠词之叫 但是主持人别人叫完他 他也叫人 他也是叫人家小小就这么叫 也是爱称 一个组的都是这么叫 人家名字叫什么小小 我们都是这么叫的 就是为了 那不叫小小叫什么呢 叫小 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的 跟他做的完全不一样 不是 就我就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一个单纯简单顺口 叫顺口方便 不会说你们第一次分手 就是因为别人叫他帅帅 他叫一个别人叫小小 你们就分了吧 不是吧 我跟他提的分手 对为啥分呢 他就是老是提以前的事 比如今天出现这个问题 把以前的就是各种问题 都拿出来说 没完没了地说 我就认为情侣两个之间 吵架半嘴就挺在所难免的 解决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不对 不是你们第一次分手 到底为啥还是没弄清楚 就是我就觉得受不了 他这个老提这个犯旧账这个事 他第一回提的是什么旧账呢 就是因为他跟异性 他跟异性怎么了呢 就是他自从实习以来 跟小小天天爱称 然后主管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就给他发爱你啊 摸摸哒呀之类的暧昧的词 不是 小小和主管是一个人吗 不是 是两个人 都是女的吗 对 他跟小小叫小小 对 然后主管就给他发暧昧的词 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主管也在 小小也在 他们都是带着男朋友的 但是一直让他干这干那 给他拿个菜呀 给他弄个这 我就在旁边也不照顾我 因为我第一次去 我都不认识 当时那个主管给我发那些 就是他说的那些 我当时确实我看到了 我也就是挺吓人的 我直接当了庙就把主管给删了 我直接就把他删了 他坐得没毛病啊 对 这是一个态度 然后后来他说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刚入这个公司嘛 同事之间聚餐 那我自己有女朋友 我就把他带着 至少给大家认识 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 然后我就觉得 他就太敏感 太多想了 因为之前就是 在一个饭中吃饭 我在门口坐着 那个小小就是 也带着男朋友嘛 那人家男朋友来了 为什么他不让男朋友 给他加 让你呢 那我在旁边就是方便嘛 就拿筷子什么 就简单的这些举手制牢 然后我就给拿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 就翻出来 就跟我说 说我俩有事 我觉得都带着对象来了 能有什么事啊 那主持人 您看得特别有理 那我也是跟同事吃个饭 跟正常的同事 就去吃个麦当劳 我还跟他说了 我说吃了什么 跟谁去吃的 然后跟他说了 明明白白的 他还多想 说我跟人家有事 他就可以 我就不可以 这性质情况一样嘛 怎么不一样 我主动把你邀约过来 介绍给大家认识 你跟你同事男的 你单独出去吃饭去了 本来我这个人 就挺敏感的 爱吃醋的 你一跟我说单独吃饭 我直接就 火就上来了 那人家为啥 就找你吃饭啊 我都说了 就我们两个在那店里 就我们两个员工 那两个老板一起吃嘛 那就不能单独出去吃饭嘛 自己吃自己的呀 那这不是因为 因为想便宜嘛 然后AA吃了一顿饭 行 听不明白了 年轻人吧 谈恋爱的时候 互相嫉妒是好事嘛 说明在乎嘛 心眼小也很正常 因为这事就分了是吧 我提分手 就是之前 就很多矛盾加起来 累积的 然后就是特别无奈 然后他那个毛病 一直不敢 就是老是翻九章 对 你就说分是吧 然后你说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分了 我同意了 就分了 对 然后你们分完之后 有没有特难受 还是觉得特解放 还是难受的 我刚开始分完就是 特解放 一两天的时候 感觉挺轻松的 后来就是 慢慢就觉得挂念 心里空道道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主动 就找他说话 一直坚持着 每天就跟他说两句话 后来又求他复合 两月之后又复合了 那第二次又为啥分手呢 因为复合之后 他开始瞒我 开始对我不坦诚 骗我 然后就开始 瞒我很多事 是我对你不坦诚吗 那叫我不坦诚吗 那你对我的那欺骗 那叫什么 主任你听我说 就有一次我看了手机 突然就看到 他给一个男同事 他给人发一个 挺漂亮的一个自拍 都没给我发 然后我就问他 然后他给我咋解释了 我当时解释了 我当时跟他说了 我说这让同事的姐姐 给我找一个工作 然后你把你的照片 发给他嘛 然后我跟他说了 你当我傻吗 可信吗 当时我说 你手机给我来 我跟他同事说 问工作找怎么样了 直接他就心虚了 我直接就笃定 他肯定是骗我的 首先这个自拍 这个事 我就挺不舒服的 我自己就脑补 然后再加上他骗我 我直接 我对这个事挺包容的 我也直接杀了嘛 不是 我直接杀了 那到底为什么 给同事发个自拍呢 今天解个秘密 其实就是因为 我是一前台 然后我就在旁边 那个同事 就是我们 但是不能说话 那天吧 就是有衣服 然后他上班 不让我给他发微信 他嫌我烦 然后后来的时候 我就说同事 你给我选一下 因为我两件 就是犹豫不定 然后选完之后 后来有天问我 那衣服怎么样 回来了吗 我就直接照片 发给他了 我就这样 到现在我才知道 这个解释 但我当时说 他肯定不行 你肯定不行啊 你都瞒我这么久了 还没事吗 又是给人发自拍 又是让他男的 给你挑衣服 是他审美比我好吗 你不是不让我 给你发微信吗 那你不发我闲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帮你挑 那你闲的时候 一不再玩 而且你是只有 异性朋友吗 还是没有异性朋友 不行啊 不是为了方便吗 就坐在我旁边 那你就不怕被我知道 然后又闹吗 那你瞒我的呢 你五千块钱 你瞒着我 你就有理了是吗 还提 这都过去了 还提 不是你知道吗 我们刚实习的时候 工资都没有多少 然后我们都没有什么存款 但是他就有 五千块钱的存款 我是不知道的 第二天我问他 你不知道他有存款 很正常啊 但是我们两个都很穷 因为他那时候 听见你是跟我不穷 重点是那不是存款 当时我不是 有一张信用卡吗 从信用卡取线出来了 取线出来放手里 拍以后就是怕 那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瞒着你 我又不花你的钱 我瞒着你就是 不想让你知道啊 本来也不是自己的钱 我们两个的经历是独立的 我从来不花到的钱 所以我明白 就是女生觉得 男生在经济上面 也是隐瞒 然后她就觉得我骗她了 然后我也给她解释了 过后呢 三番两天就把这事提出来 然后我就特别无奈 然后她又跟我提分手 还是她提的 明明是她的错 提分手 我就不可以说 我要说她就分手 因为本来就是 上一次就因为这个 当时和好的时候 我也跟她说 我以后也会 站在她角落想 她说她以后也会 不会这么翻旧账了 这次然后还 跟上次一样 一点都没变 还是怎么 提分手 提没提 提了 然后就分了 分了 然后我就不想和好了 然后后来 她又来找我 多久以后又找你啊 也是两个月 是两个月以后是吧 对 大概两个月左右吧 当时分完了 然后也中间我也找过她 知道她回老家 就做手术去了 小手术嘛 当时我也挺担心的 我俩微信 还有有联系 当时分手过程中 我确实挺难过的 然后想到了 我俩大学的时候 恋爱 那美好的回忆 然后就是 在家 她本来 她跟其他小公家不一样 人挺好的 善良 单纯 然后对人特别实在 我挺后悔的 然后就是 就找她 但是这么后悔 和好的时候 和好了之后到现在 是 就是 还是双重标准 你们俩不合多久了 和好快一年了 和好也一年了 对 在这一年的日子里面 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她现在就是 还是依旧的双重标准 没有改 而且她现在 除了上班的时间 她都是看游戏直播 一直在看 要不就打游戏 要不就看直播 就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我俩三四年了 就挺稳定的了 之前那些问题 也都解决差不多了 没有其他矛盾了 那现在工作也有压力 然后回到家 就是看看自己手机 那我刚开始出对象的时候 我玩手机 她就说我不尊重她 然后我又怎么回事 那你刚开始出对象 咱俩情况一样吗 咱俩热恋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无疑无疑 那不还是没结婚 恋爱的时候 不都应该这样的吗 那后来到后来 都已经稳定了吗 都已经 就觉得很平淡了呀 那再加上工作压力大 那就自当地放松一下自己 主持人 我还是觉得 那我又没有看女主播 这有必要吗 我觉得两个人 应该是有点话题的 不沟通 两个人怎么在一起 我并不是就是 啥也不跟她沟通啊 只不过就是 闲牙的时间 看我游戏比赛啊 我还是觉得 有点不在乎我 对我有点冷淡了 下班了 为什么两个人 不出去约会啊 她看直播呀 你看什么呀 比赛不也有赛季吗 打完赛季就没有 吃鸡比赛 也有赛季的嘛 我就感觉 她每天都在看比赛 她就是有正式的比赛 也有训练赛 训练赛你也看 对 然后我就喜欢一个战队嘛 就是他们每天 基本上都有 那你现在还想跟她一起 出去逛街吗 也会啊 她出去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都把那手机放腿上看 就放在桌子下面偷着看 不是就是正 就是这种的 那不是还是怕你生气嘛 你之前就因为这个老鸡 不是你明明知道 她要生气 为什么还看呢 跟她吃饭的时候 跟她比赛很重要 哦 女生肯定是不接受这个的 对 我接受不了 你是觉得 我们还没有老夫老妻 怎么情感就诞成这样了 对 我觉得 这要是结婚以后 那就应该 比现在还更糟 男生是觉得 我们情感稳定 所以我才敢这样 对吧 其实也会知道 才会生气 但是就觉得挺稳定了 我觉得他们不会 因为这个去跟我生气 如果有正事了 我肯定会说事的 我给你提问 如果没有什么事了 就是自己放松自己的玩 自己的有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很正常 你们俩现在不会再为什么异性啊 外围的这些事情吵架了吧 因为现在都处理得很好 因为两次分手了 对 也就是说 在这个层面是成熟了 现在出现的新的问题是 男生好像是看游戏的兴趣 比对你的兴趣更大 是吧 对 所以看起来焦点 从过去的 对对方彼此猜忌 变成了所谓的游戏了 但是唯一没变的 还是挺能翻纠章的 你一会儿问问 老师们全世界 但是双重标准也没有改 双重标准也依旧没有改 是是是 生活里面要改点毛病太难了 你们也可以问问这些老师 全世界的男性有几个 是没点小怪癖的 好了 就这么一个现状 过去我们所谓的第三种感情力量 是现实中的小哥哥小姐姐 对吧 现在我们感情当中的第三种力量 是所谓的游戏 除此之外 我们对彼此身上最看不上那个东西 彼此都没有因为爱情而改变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段关系给我的感受是特别的灰色 男生虽然你评价你们的关系是现在稳定了 但我觉得不是稳定 你们就是麻木了 分分合合那么多次 就这样吧 这个不叫稳定 这个就是麻木 或者说你依赖的不是对面这个人 而你依赖的就仅仅只是这种习惯性的生活 但是这种生活状态好吗 你今年要是四五十岁 咱们大家互相劝一下 说行 就这样过吧 但是你们今年才二十出头啊 就把日子过得像五六十岁一样 我真的替你们觉得特别惋惜啊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没有激情 没有品尝过那种爱情带给你的那种正向的能量 没有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用不了十年 你们会各自去寻找自己的更新鲜的 更澎湃的感情 因为你们没有寄托呀 所以如果你们不改变这种面对感情的心态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们不要再走下去 这样托下去 真的是把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就真的都给毁掉了 你们一点劲都没有 连吵架都没力气 就看起来特颓废 你刚才一直说这姑娘翻旧账 为什么翻旧账啊 是因为过去的问题没解决啊 是吧 过去挖那坑都没填满 她能不翻旧账吗 所以你们俩分了两次 但是各自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也没有从中吸取任何的教训 只不过我会觉得 我跟这人在一起四年我习惯了 就还是她吧 你们其实特别懒 既不想改变自己 也没有勇气去寻找自己更喜欢的 更新鲜的生活 所以就一块懒在这儿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爱情是没有前途 没有希望的 要想在一起 就把过去所有的问题 摊开来说解决清楚 要么就是一拍两散 各自去寻找自己更有动力的 更新鲜的 有正能量的爱情 我觉得这才是二十多岁 应该做的事 谢谢苏老师 你说翻旧账对吧 我有一个办法 翻旧账怎么解决呢 特别好解决 就是四个字 过度补偿 我那记性特别不好 我当时在刚才恋爱的时候 老是忘那个生日 什么相识纪念日 后来我就想想 不要让他老说了 一次性解决 然后就设计了一个黄山之旅 带着他一块去黄山 我自己拿着我的那个摄像机 给他拍各种照片 然后还跑到我记得那个西侠 那个特别凶险的 但是绝美的地方 他那个害怕的 一边激动地抱着我 一边欣赏着那绝美的风景 这就这样都忘完了 然后我们还去了 山下的射线 异线 美得不得了世外桃源 对吧 拍出了无数的照片 然后呢 晚上这个房间上面 撒上花瓣弄上心 一次性解决所有纠账 你有吗 没有 对吧 说到双重标准 你想想 你自己 对吧 说别人 玩手机 然后呢 等到你玩手机的时候 你振振有词 你自己呢 又叫别人小小 又给人家端茶倒饭 是不是 到最后呢 人家是发了一张照片 不是都删了吗 那你就不能原开 你的那个心眼也好小 你这个就像我们公司的人 对吧 跨部门合作 别人部门交给他的东西 这个西杰没整好 他就说西杰决定成败 你们怎么能这样 等到他自己弄的货 交给另外一个部门 西杰没做好 别人说他说 说成大事不拘小姐 你这双重标准 也到了一定地步了 是不是 你自己想想 感情 我有一个烧水理论 就刚开始 大家热恋的时候 其实是很热的 你们按道理 三四年都不应该降温的 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是一年两年 三年五年 它是一定是 不断地降温的 所以他需要什么呢 也不是只是男孩 包括女孩 每个人 不断地去烧一把火 再制造一些浪漫 那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用点心的 所以你不断不断地 去给这个感情加温 两个人呢 就活得越来越有滋有味 而你一直不加温 你们俩的感情 你瞅瞅 已经变成梁白开了 再下边就结冰了 如果你们是这样一路 顺滑的话 不如到此结束 但是也不要忘了 以后你们再遇见 任何一个人 都会有一个 从高温到降温的过程 你们记得 不断地要去 边把火 烧把手 好 谢谢 不要有严重 没那么严重 少年中年化 中年少年化 同时出现 比如我这样的中年人 天天看动漫 天天玩游戏 感觉自己啊 好像年纪还很轻 小孩们 我团队里面 也有个小孩 97年的 和男朋友 也是大学 出来之后 就开始谈恋爱 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 完全相反 饭都吃不到一块 各自点各自的 点完之后拿着 然后两个人在茶几上 你也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就各自吃饭 很多很多的小孩 大学才一毕业 真的活得 跟老夫老妻一样 相顾无语 是不是有恋这种感觉 有 相顾无语 不一定是 没有感情的原因 也不一定是 不愿意陪你的原因 有可能是 你们的人生上面 没有遇到什么新鲜的 可以告诉对方的事情 你们真正要 理解清楚的是 为什么 你们的生活 死水了变成 这个死水 不是感情上的死水 是你都已经没有 什么生活上 你所遇到的新鲜事 激动的事 感怀的事 可以告诉你的 另一半 你们已经没有了 那么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人生 你们的工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要想一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其实觉得你们 这两次分手 我听下来 更像是一个 相互养成的过程 就你们在规范对方 告诉你 什么是我的底线 什么东西是应该做的 什么东西不应该做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他没有爱的教育 当你们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你们发现 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这个时候 我跟你分手 然后这个时候 要不要复合 好 到最后 磨合成一个 好 不许别人叫你叠词 不许跟异性 怎么怎么样 你们都不做了 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慢慢磨合好了 所以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 你们之间 没有太大的事 唯一的大事 是在人生上面 就是因为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 互相地在磨合 所以你们真正 要学的是什么 就是智慧的相处 这一种 刚才有一句话 说的挺对的 就是要加火 你们真的是要经常 去加一下火的 吃鸡是很好看 但是吃鸡这件事情 只能温暖你一个人 它温暖不了你女朋友 当你们两个人 真的决定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那个温度 你是要负责任的 我给你们建议是 关注对方内心的温度 想一想 我要给他提供多少温暖 谢谢 好 谢谢陆清老师 你俩上一次说 我爱你是什么时候 就他生日的时候 他生日是什么时候 四月份 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二十号 我爱你 对 你上一次跟他说 我爱你 也是在那个时间吗 对 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 不应该是每天 到晚安 说爱你吗 你们已经没有了那种 爱情当中的波澜 这个是常见的 任何一段感情 触到三年以上 四年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趋于平淡 有科学家研究过 人在心动 脸红 小鹿乱撞的时候 那种是身体的激素带来的 这个激素可以维持 半年到四年之久 之后这个激素就会消退 我们每个人看到的 可能就只是对方的缺点了 但是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人能够和动物这种本能 做对抗 不是因为这些激素消退了之后 我就不爱你了 因为我们成为了彼此生命当中 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人 我们愿意为这个感情 去做出一些努力和付出 但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消极地对待感情 就这样吧 他看游戏直播 你从来没想过陪他一起打版游戏吗 你从来没想过陪他一起看一次直播吗 看过 看不进去是吧 对 那你没想过跟他去找一些其他的共同话题 和共同兴趣爱好吗 因为他很排斥 就是我找他 就是想主动地跟他说 我们干点什么吧 他说我今天有比赛 很重要 干点什么 问他 不如你先做出行动 男生也一样 如果他一直在努力 他想要提温 但是你一直不给他配合 那一样 你们就是最后感情就是走向终点了 如果你们两个人一直消极对待感情 这个感情继续都能看得到 就像烂尾楼一样 那早晚有一天就爆破了 你们只是在耗那个时间 所以我建议 两个人试着努力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当初那种爱的炙热 说一次我爱你 看看说这三个字之后 彼此心中还会不会动容 如果真的没有了 那就别骗对方 别骗自己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我问女生几个问题啊 你生活里有什么爱好吗 我喜欢逛街 然后去 逛街叫爱好啊 好吧 电玩城 就打电玩是吧 对 打你的电玩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就是跟她在一起 慢慢的我就 社交圈也变小了 所以啊 其实核心就是 你应该有你的生活啊 你们把各自的生活活丰富了 你们再回来谈恋爱 就是因为你们把所谓爱情的比重在生活里放得太多 然后生活又没有其他的色彩 就这样吗 你生活没有内容 对 你的生活也没有内容 因为匮乏 所以恋爱也变得没有滋味了 人可不就这样吗 感情里面什么是最可怕的 那苏老师说的麻木是最可怕的 剩下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让生活过得有点滋味吧 好好琢磨琢磨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在你刚才说的那些我也想了一想自己原因确实有点 然后我感觉就是咱俩都有原因吧 然后咱俩也都挺看重这个感情的 最不过就是方式错了 然后也不沟通吧 但是还是希望你的能改一改 如果能改的话 我还是愿意跟你好好走下去的 但是你双重标准这个事三年了 我觉得提了两次分手 如果你再不改的话 我觉得还会有第三次 我不想再被分第三次手了 而且你一直看直播 我觉得你也应该把重力放在我身上一点吧 确实老师们也说确实有道理 当然确实累了 没激情了 确实该适当的生活 如果就是都能改自己的缺点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承认一下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情感困惑 请你拨打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请开门 电视机前的资本 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电视机前的资本 线线 Amf 电视机前的资本 来来来 宋明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我们 好了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跟他相处快一年了 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 表现的还挺热情 也懂得关心人 可正是一起后 我觉得他变了 一年来我们总是吵吵闹闹的 他脾气特别大 嗓门也高 总爱小题大做 我觉得他性格特别内向 啥事都不喜欢和我沟通 总是以自我为宗心 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 越来越陌生 矛盾也越来越多了 他总说我情商敌 爱冷战 我只是不爱和他争辩 只能一个人憋在心里 毕竟我的性格就是如此 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我们都这个年龄了 我的压力也很大 心里也很纠结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敬先生37岁 来自吉林工人 有请 张女士41岁 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为什么要来 是我要来的 主持人 来干嘛呀 跟大家说说 就是我俩相处快一年了嘛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性格特别的古怪 然后平常也不爱说话 不爱与我交流什么事 然后就喜欢冷战 脾气还有点大 然后有时候还有点小心眼 就是我现在对我俩的感情特别纠结 咋认识的呀 我俩是去年的七月份 在网络上认识的 这岁数都不是特别小了 结过婚吗以前 我离过一次婚 有孩子吗 有孩子 男孩女孩 女孩 跟您还是跟他父亲 一直都是跟我的 您呢 我一直没结过婚 我一直没结婚 对 喜欢这位女士什么呢 她就是这个人吧 比较过家吧 也不爱那些网购啦 还有化妆啦 也比较会照顾人 所以愿意在一起 对 这个她你刚才说她性格比较 古怪 独特吧 不用古怪这词 语众不同是吧 哪些方面体现了她的语众不同呢 就是一般的正常来讲 就是女朋友陪着去买衣服 就特别高兴吧 你说就那次 我陪你去买衣服 然后我俩就逛了好几个小时 一件都没买成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我一直干活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我一直干活也穿不着好衣服嘛 有两件穿就行呗 再说也挺贵的 买东西啥的 你要是不想买的话 你早点跟我说别逛了呗 你能不留我玩呢吗 为了陪你才逛的嘛 我也是为了你 主持人他就是这样 主持人他就是这样 就是他不对 然后他也不说他不对 就他特别怪 你这对错干嘛 逛了街就开心了嘛 本来是挺开心的呀 我就觉得 三十多岁人买点衣服什么的 逛过街不太重要了吗 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嘛 没事啊 我们听明白 逛街算是他 性格怪癖的一个写照 特别怪 还有什么呢 不爱说话 特别的不爱说话 以前还好点 不爱说话是因为我 从小母亲就去世了嘛 一直父亲给我待大 父亲干农活啥的 也没有时间照顾我 二十多岁 那边我就出海来的 泡船 出海员来的 你是海员是吗 对对 海上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跟他们有没啥共通的 对想共通 他也听不懂咱的话 对啊 完了之后就是慢慢慢慢就形成 形成这种现在 那你也太乖说话了吧 就第一次上我家 我来两个女朋友 我都跟你说过 从小一起长大的 属于闺蜜了 然后人家一记得 那我不也 不是你怎么表现的当时 那我不也大招呼了吗 当时你说了一句话 扭头就走了 我多尴尬呀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介绍一下嘛 然后说这我男朋友 然后点个头 说一句话 再说你们闺蜜之间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别的话还说说别的话 我在旁边我行 那你就不能在那陪一会儿吗 你就玩你手机去了 然后你就找借口找理由 你知道人家背后给我打电话 怎么说你吗 给了一个差评 不是怎么了 就是不爱说话吗 不是不是 然后就给 又没让他们架 差评就差评呗 您这是好评还是差评啊 我一点没面子了吗 那我这 哎呦您的闺蜜来了 她跟您闺蜜聊一起 还有您什么事 初次见面 你说你不表现得好一点 不是我怎么表现 我说什么呀 你拿点水果啊 点颗烟什么的都可以吗 您闺蜜还 行吧 跟我朋友这样 跟我家里人也是 有一次我爸生病了嘛 去看病去 然后他陪我去了 去了也没说什么 然后趁我们都在前面 打针忙活的时候 他上后边就把钱给付了 把账接了 但是你要当我爸面 你说你要把这事办了 或者说 熟你好好养病吧 钱就已经付过了 他老人家不在那打针的吗 我就觉得 把这个账付了就完事了 这样就对 没有多大事 不是你应该跟你爸说呀 拿个喇叭 爸 我男朋友把钱付了 你安心 那我说跟你说的性子 能一样吗 有啥不一样的呀 作为我男朋友 他在我父母面前 表现好一点 我怎么做都是不对 不是我钱都交了 你还让我怎么表现啊 你钱都花了 你为什么不当着面 表现更好一点 你不会说 哎呀我的妈呀 还有什么 还有点小心眼 有一次他来找我 然后我就玩手机呢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就说我跟谁聊天了 打电话了 而且是男的 根本就是 就一身一鬼的 在外面隔着门 我就听见了 就是你跟人聊天动静了 你进来的时候 我让你看手机啊 我说你看看 我跟你解释 看手机 你不听啊 我听说你已经关了 我怎么看呢 你脾气太大了 你就一身一鬼了 不是他做了什么 你说他脾气大呀 他摔门就走了 好 不听我解释 我多冤枉啊 我在乎你 我才生气的 不在乎你 我不再生气 你要是心里真有我 你在乎我 你应该相信我 知道吧 你不要这样冤枉我 本来你就是跟人聊天 就聊天了吧 你还不承认 我说你看了吧 他就这样狡辩 不承认还 聊天就聊天了 怎么了 我没聊 我就是玩手机呢 不是你听我说 就是没事 我愿意发个朋友圈嘛 然后就是有男性的同学 给我点个赞了 送个礼物什么的了 评个论了 他就生气 你会说为什么发朋友圈 还有送礼物 怎么 那朋友圈 这新功能是吧 就是下边评论嘛 送那个表情 就是表情 表情礼物 吓我一跳 因为朋友圈开发的新功 关键你同学 送别的新功 有什么拥抱了 有什么花的 算什么表情 那能证明什么呢 我问你 那都是同学关系 平时都自己忙自己的 我跟他们从来都不联系 就发个朋友圈 点个赞 有什么呢 那我就吃醋了呗 然后后来你竟然 朋友圈不要发了 这跟我没事 要发的话 把咱俩来发的照片 发上那可以啊 发咱俩照片 把咱俩的事公布一下子 我觉得颜值吧 在那 就发完照片 没样也不能这么好看 再说咱俩 出了还不到一年呢 总的有矛盾 我怎么能把你的照片 或者把你的身份公开 一只有一半 是因为你还没有 不是 我怎么能不是 相约的事公布 我还不许是 Porque我们不许是 一cn集一 看到你的 有什么事还没有 对 如果我们在这儿 自己里面 也有 每个人 预算 跟没错 这个 不许是 重复 真的 你有个没有 这有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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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我就不能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所以这时候你内心当中 就开始做斗争了 所以你希望它变成 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 但是你又知道 它不可能变成那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 你们两个人站在这儿 都没有错 只不过你们的三观 不是特别贴合 它就是想找个人 踏踏实实过日子 你呢 你还想有自己的那种小情调 小面子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儿的 所有的评价 可能稍微的会显得片面一点 但是我觉得女儿对你的评价 应该是最重肯的 这一年她已经看出来 其实你不太快乐 但是你又迫切地 想抓住点什么 你又害怕过了这一战 更没好的了 你要是老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想可能是把两个人都害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在这儿 大家就好好考虑考虑 就是到底自己最想要什么 就是想找个伴 过日子 还是我还想有火花 这是两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不是一个 不可以柔软的女人 但是你没碰到那个人 你们可以过日子 但是绝对不是彼此心目当中 那个最满意的对象 可能40岁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但是是向生活妥协呢 还是再进一步呢 这应该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谢谢四老师 我想问一下 之前跟前夫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也是因为性格不合 什么叫性格不合 就是我俩就是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想法都不一样 他是能够上午吗 讨你的这个朋友欢心吗 他就是没事 就是在外边总出去 就吃喝玩乐的那种 这个朋友打分应该比他高嘛 其实 对吧 肯定比他会聊天嘛 也比他会来事嘛 也能带得出手嘛 是不是 所以这才是你找他的原因啊 你们打来聊的时候 我就在讲 你为什么会找他呢 我就百思不可欺欺 后来我就明白了 你现在想找一个安稳的 你内心里面呢 渴望着一个白杨树 但是你又怕呢 这个白杨树呢 到处招别的蝶 是不是 现在呢 你选了一个土豆 特老实 对不对 他既然不会跟你的 闺蜜们搭讪 他应该也不太会 勾搭别的女的 那你放心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不可能两个都要 如果你想找一个暖男 你记得 他一定也会温暖别人 如果你想找一个 老老实实的 他可能就是笨嘴着舌 但是对你来说 我特别想 劝你一下啊 其实你也看到了 他的需求 应该是有一大半是满足不了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能够愿意 他下来 改变自己的性格 对吧 多去呵护他 多去温暖他 试试让他顺心 对不对 他想说什么 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我本来也是笨罪着塞的 我想说我老妈 说见人都不会打招呼 不会打招呼 你问问他 说咱有啥办法呢 下次你闺蜜来 我削个苹果 不也行吗 不一定非得说话 是不是 那你干嘛就盯住说 我就是不干呢 也不能够善悟 你再失去了你自己的那种 温柔体贴 呵护 你还有什么 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优势丧失改进 好不好 你就天天逗他开心 嘘寒温暖 用你的心 去温暖和征服他 好不好 好 谢谢李 两个字 鸡肋 食之无肉 气之有味 就感觉吧 不合适 咱们都不合适 哪哪都怪 哪哪性格都不合 不对 但是呢 好像呢 没有他 我也找不着更好的了 挺难了是吧 你说了好几次 我这个年纪了 一直没有结婚 没谈过恋爱吧 都没有 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我也觉得你们 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再找不到更好的了 后来我又 换个角度啊 我提出一个猜想 可能你们自己都 没发觉 潜意识里面 有这个可能性 就你们找彼此啊 会不会是有可能 再给你们自己疗伤 当然一种 问了你前夫 你前夫那种 肯定是你喜欢的上的 你肯定是 能言善道的 不种活泛的 但是 恰恰是这样的人 给你造成伤害 你心里面是有伤口 为什么你会去找一个 明明喜欢不上的人 但他有的时候 就是能让你安心 这是他潜意识化的 在慢慢的滋养你 在给你疗伤 这是我的猜想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这对不对 就好像 怎么都不对 但总有那一瞬间 那一刻 是在温暖你 比如说你在说 你为什么不当着我爸 跟他说 把钱已经给了 为什么偷偷给 你心里没有一点感动吗 我相信你有 不相信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个简分项 这是我的猜想 对你一样 从小 母亲去世 父亲不管你 造成了有一些 不怎么说话的状态 在家的海人 这一整个过程里面 你第一个恋爱对象 能言善道 跟以前的你 跟你所经历的人生 完全相反 截然相反 你是不是也需要 这样的一个人 来慢慢的让你感受到 整个生活 是有滋味的 是有声音的 是有色谈的 这也是我的谈性 所以我对你们两个人评价 就从一开始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现在更感觉到 你们两个人是什么 你们是两只刺猬 两只刺猬要谈的 也很难 因为他没有办法拥抱 因为他身上都有刺 所以我要提醒你们 在看到对方的刺的时候 你要看到自己身上的刺 在看到自己身上的伤的时候 你要看到对方心里的伤 就那么多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西老师 你看不上一个人的时候吧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他连呼吸都是错的 就你看不上他 你永远都看不上他 你不要强迫自己 去看上他 喜欢让他爱上他 那更不可能了 所以说白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 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 就看你翻哪面 你接受了他的优点 你就要为他的缺点买单 如果你要不接受他的缺点 让他把这个缺点改变了 那当初吸引的那个优点 就没有了 所以归根结底就一点 爱其所是还是爱我所愿 凑合还是将有 您自己想 谢谢 好 谢谢陈南老师 你在看他还心动呢 他吧 其实人也挺好的呀 你就说不动就得了 不自信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离异带孩子不给你生娃 没婚史给你生娃 有婚史有娃也给你生娃 三类女性 你最理想的是哪一类啊 还是会生娃的 那可以生娃的有两类嘛 一类是未婚 一类是离异带娃 哪个最理想 还是没结婚的 那你就应该奔着这个去找啊 没有结过婚 愿意跟你一起生个孩子 所以你怎么看他心里是舒服的 是没刺的 您不就想要一个那样的男生吗 风趣幽默八面玲红 如果对您好点 人再踏实点就最好对吧 去找一个比您年龄再稍微大一些的 更有生活阅历的 懂得欣赏你的美的男性 OK吗 关键是现在就也不好找啊 所以你看 你闺女了解你就了解在这儿 你不用说那些大话 我到底爱不爱他什么 但是我俩也快一年了嘛 也是有感情的 所以啊 你听他刚才的话 你没有触动吗 我觉得如果真喜欢一个人 能会为他改变呢 不是凭什么呀 你能为他生孩子吗 生孩子不 你能为他生孩子吗 你不是说喜欢一个人可以为他改变吗 所以 现实就非常简单 我还是觉得他姑娘那句话说得特好 我刚才引用了我再一个意思 不要因为要结婚而结婚 不要因为要一个孩子而结婚 不要因为现在找不到人 来了一个人说我要跟你结婚 你就跟这个人结婚 你琢磨琢磨吧 一起进入真心六十年了 我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在往后余生里我想把自己过得开心点 幸福点 我不想那么累 咱俩交往这一年来的 其实你人特别好 但是就是后来你就是脾气特别大 性格也特别怪 我有点接受不了 如果你要是真在乎我 你能为我改吗 你这人也挺好 各方面也就是 你就说一句喜欢我有那么难吗 你好几次就这样 吞吞吐吐的 然后嘴特别笨 你就说一句喜欢我 为我改 我会 你真在乎我吗 慢慢改变吧 我感觉你就是 不是那么爱我 你活在你世界里 爱你的世界标准 你去找吧 谢谢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下载 金月APP和万事达手机 口端进入到 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金月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谢谢四位啊 帮助他们认清了自己 这个结局就是挺好的 只是在这儿给了他们最后一点动力吗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月AP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邀请我们老师 进入到金月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期 有网友向我们提问说 我们俩因为他妈妈不喜欢我 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是那种有我没他的程度 一年多的感情 我真的舍不得 我面对的选择真的好难啊 要么分手 要么就这么耗着 我该怎么办 既然无法选择 不如花时间想想第三条路 怎么样能让他的妈妈喜欢你呢 祝你幸福吧 再一次的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